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老一辈英烈抛头颅洒热血的鲜血 旧式泛黄的书信上流淌的 是一位为烈士们的家国仇序 看着日军指挥刀的刺眼冷光 透露的满是猙獰的血木 而一双双坚定的大手 攥握着早已朽识的土枪土炮 依旧英勇无畏的保家卫国 来到东江纵队纪念馆 看着与历史相关的一件件展品 注视着墙壁上一幅幅珍贵的黑白照片 参观者被东纵精神深深吸引 刹那间又被带回到那个 烽火连天的岁月 1938年 侵华日军在汇阳大亚湾登陆 开始肆无忌惮地烧杀掠夺 而由增生组建的汇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与由王作瑶组建的东保汇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 奋力抵抗 而这两队也正是东江纵队的前身 这么一支队伍 他的组成人员里 知识分子 港澳同胞 以及海外侨胞 占据很大比重 更引以为傲的是 英姿飒爽的女战士多 人小鬼大的小孩多 铭记英烈 勿万国耻 现如今 东江纵队纪念馆 于1998年 由东江纵队老战士联谊会筹建 以民间圈资和政府资助方式筹集资金 组建了深圳东江纵队纪念馆 馆内展品分为两层 一楼最主要的模块 共13个区域 分别为 一 抗日救亡 武装准备 二 组队抗敌 突围东移 三 返回敌后 恢复发展 四 挺进港九 营救精英 五 艰苦奋战 扭转局面 六 东纵成立 杀敌竞赛 七 北进东进 全面发展 八 挺进越北 抗战胜利 九 自卫坚持 谈判北撤 十 广纵成立 转战华东 十一 成立 边纵 威震南越 十二 广纵南下 并肩战斗 十三 东纵战士 老兵新资 通过提升整治工作 东纵纪念馆二楼 增加了增生 卖地支援革命等 廉政教育展示内容 使整个馆内陈列展示 更加丰富完善 每每每走进一个个区域板块 注视着墙上珍贵的旧照片以及各类展品 都仿佛刹那间被拉进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 感受炮火连天的震撼使每一个神经都紧绷了起来 尤其在第四大模块挺进港九营救精英中 无一不让观众屏住呼吸去感受那个紧张的营救时刻 自日军占领香港后 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 被困流 处境十分危险 当中央电视表明 必须动员一切力量 立即将他们抢救出来 在这场秘密大营救 华南党组织和东江纵队 采取快速灵活激动的战术 通过海陆两种方式 成功完成抢救任务 使包括何湘宁 柳亚子 毛顿 邹韬粪 夏衍 等在内的八百多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人士 安全脱险 此后 何湘宁曾作诗 水尽凉空渡海风 赶枪勇气 抗石穷 石穷见节 无柴泽 即死还留 后世封 也正是因为这次大营救 才更加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内涵 这支抗日队伍从地理维度上来看 远离党中央 八路军以及新四军主力 但却独具特色 他们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 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抗日净旅 在此期间 依靠灵活多变的战法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这支抗日净旅打出了一场场经典战力 打响了一出出名叫东江纵队的 风宫传奇